这期有什么不一样 这期是我节目开播三个月以来 第一次收到店家发来的探店邀请 也算是达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这是要加带私货打广告吗 不会 我们还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这一趟算是低调私房 我估计老板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去过了 去的时候是新店开张 还有八折优惠 我们是提前订了周日晚上的位置过去的 还好人不是特别多 上菜速度也适中 我一般去香菜馆必点雷辣椒茄子皮蛋 我特别喜欢上菜之后 人工把它捣乱 我比较享受人手捣乱的整个这个过程 发泄一下工作中的怨气 自己捣的可能就特别的 觉得特别的香 他们家这道菜必须给一个大大的赞 跟我之前吃过其他家的 雷辣椒茄子皮蛋来比的话 略微有点甜 但整体还是很好吃的 会显得那个茄子非常的新鲜 第二个我推荐他们家的是 萝卜干炒辣肉 我在去之前呢 问了老板说 他们家招牌菜有什么 他们家的湖南特产 比如说萝卜干啊 获笋干啊 干豆角啊 腌笋都是从湖南空运过来的 我之前也吃过别的家的 这个菜里面有萝卜干的 我每次点的萝卜干 感觉都是大雷 又干又咸 我这次其实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但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挺好吃的 虽然是萝卜干 但是吃起来还是挺鲜的 然后这道菜也有一丝丝的甜味 然后再次给大家点个赞 我记得他们侧面是挂了一些 关于衡阳的贴纸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衡阳的 湖南菜气就会带有一点甜味 他们家这两道菜 都有那么一点甜味 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确实还很好吃 第三道我推荐的是 我甚至感觉都可以 成做他们家的招牌菜 这个拔丝地瓜 万万没想到 我最爱的拔丝地瓜 居然是在一家香菜馆 这道菜上来之后 一定要把不停蹄地把所有的丝都拔 不然的话 它就会坨在一起 我当时还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他家的拔丝地瓜 会这么的独树一帜 它的外面的那层糖 和里面那层地瓜之间 感觉是裹了一层 种面类 所以它炸出来有一点点空心 但是吃起来 让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它的地瓜有红薯还有紫薯 妈呀爱了爱了爱了 小小的建议就是 如果它的拔丝系列 可以搞一个拼盘 就是你可以拼拔丝香蕉 拔丝地瓜和拔丝芋头 因为我们在上菜前 犹豫了半天是点哪个 最后我想说的是 这个剁椒蒸活鱼 它的活鱼确实很新鲜 料也感觉放得很足够 就是我们吃完之后觉得 大家的反馈都不较一致 鱼是鱼味 料是料味 豆腐是豆腐味 感觉我说了一般废话 那句话说呢 就是它虽然放了很多料 但是感觉鱼其实没有很入味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也可能是咱们湾区 好吃的香菜馆实在太多了 其实挺内卷的 之前的几家香菜馆 剁椒蒸活鱼真的做得很好 老板还可以想办法 提升一下这道菜的味道 当天因为有八折优惠嘛 我们大概六个人 吃了180块 人均30块这样子 其实在工货膨胀严重的今天 每人30块吃到香菜 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 拜拜